好了,我们上课 今天是第一天了 第几天?到底第几天? 第六天,是不是? 第三天 最后一天了 好,最后一天,我们接下来不讲了 最后一天我还怕 总结了 好,今天是第六天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把第五天内容 先复习一下,是吧 内容 复习 昨天我们讲啥吧 昨天我们讲的东西不是太多 主要是第四天我们内容太多了 你们练不过来 我们就昨天留点时间 昨天讲了一个前台系统搭建 前台系统的搭建 前台系统的搭建 前台系统搭建 这是我们前台系统 是给用户看的是吧 他要是 这个系统的架构呢 要可以处理高并发 这种形式 那么要处理高并发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系统 来进行分布式进行部署 是吧 要进行分布式部署呢 我们需要对系统进行拆分 就是我们根据系统 把我们的系统呢 拆分成大概是分为两层 一块是服务层 一个是表现层 是吧 服务 服务层 他这 这层的功能就是啊 包含有业务逻辑 就是提供接口 有GSP面吗 没有是吧 这是服务层 然后还有一个表现层 表现层 他这块的功能 表现层的功能就是啊 调用服务来获得数据 然后把数据展示给用户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就是表现层的功能啊 拆成服务层和表现层 然后呢 我们就实现了一个这个手页的展示 手页的展示啊 手页展示 这个比较简单是吧 写了一个小的controller啊 就把手页展示出来了啊 手页展示完了之后 然后呢 我们又实现了手页上一个功能 就是商品的分类 是吧 商品类目展示 商品的类目展示 然后这个里面我们使用了一个技术 是吧 哎 使用是啊 使用阿扎克斯 跨域调用是吧 啊 克斯跨域 呃 跨域调用这个 服务 跨域调用服务 那么你要跨域调用服务 正常的情况下 GS是不允许跨域的 是不是啊 哎 那么我们使用一个什么技术来实现呢 哎 使用JSNP是吧 使用JSNP 哎来实现的 那这个JSNP它的原理是什么 哎 我们本身这个GS是不允许跨域请求数据的 但是GS是可以跨域加载GS文件 是吧 哎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种呃 可以绕过这个跨域是吧 我们可以把我们请求的数据呢 把它包装到一个GS方法里面是吧 哎 然后拼装一个GS方法 还有再加上括号 然后把它加上一个分号 这样是其实就是一条GS语句 那么我们远程加载这条语 这个相当于加载一个文件是吧 加载完这个文件之后呢 这个文件会立即执行 执行啊 执行的时候 就会调用我们这个回调方法 调用回调方法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参数 帮我们想要的数据 传递给的这个方法里面 是不是就可以了 哎 这就是我们 这个是JSNP啊 JSNP其实不是什么新东西啊 但是啊 这是一种解决方案啊 呃 昨天就讲这些吧 啊 是吧 对啊 对啊 对啊